中央社记者旅新会台中八日店总统蔡英文今天参访台中的智慧机械相关产业,她指出,当传统机械走向智慧制造,可以创造更多优质且高薪的工作机会,她请行政院强化对专业人才及技术性人才的相关作业。 蔡总统近日展开5加2产业创新系列行程,今天来到台中,早上参访工业技术研究。 院的智慧制造是营运场域,下午则参访乔春金属公司及百德机械公司。 总统结束一整天的参访行程后,向媒体说明今天的参访心得。 她表示,今天的三个行程,大致把智慧机械领域的重要元素对媒体及社会大众做了说明。 总统指出,在智慧制造市营运的场域中,她了解到未来中小型企业是合发展的少量。 多样,客制化目标,期待市营运场域未来能让更多的中小型企业加入这个行列。 总统说,在乔春公司,她看到了在顶帆婆起家的传统水五金公司今天已经走向智慧制造的方向,走过他们的制造场地,看到的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智慧制造点。 但,在一个水五金的工厂内,看不到黑手,却看到很多工程师、管理师以及年轻的脸孔,看到智慧化的过程让传统产业能够走向新的阶段,她感到相当欣慰。 总统提到,今天参访的百德公司更是一个智慧机械以及智慧制造的结合体。 行销的领域主要是在欧美国家,对国家来说,确实是高端制造的典范。 总统强调,在今天的参访行程中,大家可以发现当产业从传统机械走向智慧。 制造,创造更多优质且高薪的工作机会,让年轻人有更多生涯的选择。 同时也看到在这个领域里,早年是黑手,现在却成为公司的创办人,他们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业家,是台湾人的典范。 总统指出,这些工业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工臣,对于他们将再次带领台湾走向智慧机械化与智慧制造的道路,他表达高度的敬意,也期待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助,以及这些企业界及工业家的共同努力下,台湾的智慧机械产业能做得更好。 总统说,他看到机械产业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世代人才的需求,在与业者座谈之后,他请 行政院强化对专业人才及技术性人才的相关作业,让更多的人才可以走进这项具有未来性的产业。 编辑,李淑华1070508